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店家贴着出租公告 现在全部都变成招租店面 民政社区沿路看变得冷清 店家出走潮 范围扩及整条民生东路 五段一号开始走 原本是连锁美食餐厅 面临招租危机 正对面金石堂租约到期走人 改由银行接手 三十九号DVD出租店 换成请聚特卖会 九十二号连锁素食店 去年五月跟着退出 隔壁新东洋也打包走人 短短一点五公里 多达二十七间空足店面 我觉得有一点点 新东洋那时候走的时候 有一点感觉 人潮没有那么多 很多人来吃 但是其实很常看到他们 还蛮空的 附近民众超有感 专家分析民生社区住户 已均公交居多 受年改冲击影响 消费力下降 商家获利少 房东不降租 反倒让店家纷纷退租 我开店之前是年金改革 好像是之前 然后到之后我觉得整个业绩大概 应该有衰减到三分之一 面包店 药局 福祉店这种开得很快 也倒得很快 因为电影加持 民生社区曾被誉为 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如今人气退散 商圈也步上东区后城 面临泡沫化危机 三十二号星期中 黄敬 台北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敬